在摩額與以色列人所納的藥 世文記二十九章一至二十九節 這時耶穀華在摩額地吩咐摩世與以色列人納藥的話 是在他和他們於荷列山所納的藥之外 摩世召了以色列眾人來對他們說 耶穀華在埃及地 在你們眼前向法老和他眾神博 並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 你們都看見了 就算你親眼看見的大事願和神跡 並那些大歧視 但耶穀華到今日 沒有使你們心能明白 眼能看見 已能聽見 我領你們在曠野四十年 你們身上的衣服並沒有穿破 腳上的鞋也沒有穿壞 你們沒有吃餅也沒有喝清酒龍酒 這要使你們知道 又會善你們的神 你們來到這地方 氣實本王西弘 巴山王岳 都出來與我們交戰 我們就擊殺了他們 取得他們的地 給裏面之派 加德之派 和馬拿西半之派為業 所以你們要謹守進行這約的話 好叫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 今天你們的首領 族長 長老 官長 以色列的男丁 你們的妻子兒女 和形中的居的 以及為你們劈柴挑水的人 都站在耶穀華你們的神面前 我要你順從耶穀華你神 今日與你所立的約 向你們所起的誓 這樣 他要照他向你所應許的話 又向你列祖阿伯拉罕 以色雅各所起的誓 今日立你作他的子民 他作你的神 我不但與你們立這約 起這誓 凡與我們一同站在 入華我們神面前的 並今日不在我們這女的人 我又與他們立這約 起這誓 我們曾住過埃及地 又從列國經過 即是你們知道的 你們也看見他們中間可憎之物 並他們目 石 金 銀的 偶像 為好你們中間 或男或女 或族長 或支派長 今天心裡偏離 也會說我們的神 去侍奉那些國的神 又怕你們中間 又樂筋 生出苦彩和恩塵來 聽見這走左的話 心裡仍是自誇說 我雖然行事心裡還梗 連累眾人 卻還視平安 也會說必不遙書他 也會說的怒氣與憤恨 要向他發作 如煙無出 將這書上所寫的一切奏作 都加在他身上 也會說又要從天上圖沒他的榮 一筆照著寫在律法書上 約中的一切奏作 將他從以色列眾之派中分別出來 使他受禍 你們的後代 就是以後興起來的子孫 和遠方來的外人 看見這地的在漾 並耶和華所共與這地的實病 又看見遍地有流氓 有鹽老 有火織 沒有耕種 沒有出產 連草都不生長 好象耶和華在盆路中 所傾覆的所多馬 俄摩拉 押馬 洗便一樣 所看見的人 連萬國人都被聞說 耶和華為何向此地這樣行呢 將帶發列路是甚麼意思呢 人必回答說 是因這地的人 利棄了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 令他們出埃及地的事後 與他們所納的日 去是奉敬拜素不認識的別神 是耶和華所未曾給他們安排的 所以耶和華的路 氣向這地發作 將這書上所寫的一切就作 都降在這地上 耶和華在腦氣盆路 大腦行中 將他們從本地拔出來 永在別的地上 像今天一樣 隱秘的事是熟 耶和華我們神的 唯有明顯的事 是永遠熟我們和我們之算的 好叫我們遵行者 律法上的一切話 經文讀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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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